第二次冠廟区的成功社区 这几年在社区发展协会努力之下 不然是给在地文化带着恩秀 竟是会后了准备减击客流的形态 想起了教友和情组越有的和气组 以前竟是建立了 很多青年双会来到社区 参谋形态教友和整个发动 先进台主任 也更了解我们的环境 很多青年双会 已经结合了六个分会 要继续回完 这会来到了台南区 关某区成功社区里面 不仅是在社区即将的船上之后 这会亲近了解了社区 迎着丁顶的理由 也体验了这一行传统在地三页 广东过了欢喜的一天 主要是来尊重一下 我们的母亲之河 我们的盐水溪 那希望带着小朋友们 可以让他们来我们的田野这边 知道说我们台南市区的 官庙区其实很美丽的 那希望大家可以尊重我们的水源 那大家知道最近在缺水 那如果我们的环境 水流保持可以做好的话 那我们其实台湾是 不会缺水那也是很美丽的 那希望说今天 可以借由这个动作 那唤醒更多人对我们 官庙区那对我们台湾环境的重视 你东港的另外一个档头戏 就是靠社区里面的盐水客楼益 来帮忙进行静悉的工作 大人和小孩都做会来到家庭 最小看神是有点核的本色 你虽然说表面看起来是真清气 不过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 这也是社区发展学会到现在 再继续在打拼的部分 这次刚好利用到这个农村的一个体验 而且新光这几年在社造方面做的还算不错 所以他们就选择来这边来当做一个 月曆会的这个活动体验 当然更重要的他们也知道说 盐水溪的源头就来这边 所以他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呢 也来做一些公益 就是把一些清商的一些 像社会责任的一个实现 就利用在这边来帮我们协助做个静溪 然后也利用这个机会去认识这条盐水溪 因为我们都知道 它是台湾很重要的一条母亲之河 对 所以刚好也利用这个机会呢 也来认识溪流 认识这边的文化 然后也去帮忙做这些静滩静溪的一些动作 来形成一个所谓的CSR 一个社会责任的一个实现参与 新胸灰基础改变了过去会的风险 改变船了就会完来到下枯来 这方面不仅是在掉了快乐和懒得的庆祝时间 也是为了小朋友 担得了重要的心态够用 竟是整了社会责任 这会当手好咱的生活环境 都会变得越来越来越好 记者和江明关妙库才红包的